接下来的梦想就是 魔心加虚弥 低成本和虚弥 明白了 我看这个认证多少钱 如果认证花的钱不特别多的话 其实认证是最合适的 认证高魔心还不掉 然后还可以去去去核 脚没有冲突技能 认证是最好的 第二组没有冲突技能 第三组脚不出再生啊 不出再生都可以 200万啊 200万不算个啥事 但是给多一个技能啊兄弟 哎两个会跟 再生 哎呀出了一个再生 啊再买一只吃果是吧 但是你这个强力是没有用的 而且别人合过的 别人合过的不太好 法子素质都不高 成长也不高 我们还不如买这个 价格一样 是吧 素质更高 法子更高 其他都够高啊 对 还有他们有 这只就挺好 鬼魂和神又冲突 啊 我的错呀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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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赔钱了 我完了 这个吃果送我的 送我的 我再去买一只 买一只月妹 哈哈 脑袋这样糊涂啊 可以少让我亏点 不容易啊 赶紧买个四季能得了呗 那吧 就买个四季能得了呗 四百万啊 说好的 这组就成本高一点 四百万 加电数 七八百万 掉一个 上 哇塞 哈哈 大事不亏 必出海归 哇塞 就这些钱 老板 你要真是这些钱 就这些钱 如果没电掉的话 剩下钱全是我的 多少钱都是我的 那是 再再过不 说不过去了 虽然说你现在 你现在安慰我 但是我觉得 说不过去了 掉 掉 怎么样老板 怎么样 哈哈哈哈 真的是 我都喝出来了 血亏一颜 老板已经够意思了 好 没让我直接 当场就赔钱 先来试试水啊 化魂 哎 真不错 啊 化魂 可以 真不错啊 真不错啊 化魂 哎 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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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美 哇塞 老板 这一波预判怎么样 这一波预判怎么样 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剩下交给狗脱之力吧 有一个野生啊 第一个 第一个野生不心疼 第一个技能 鬼魂站在了前排 感觉量了一半 然后再生出现了 感觉好像量了一多半 然后大火出现了 能不能再 跳出来一个须弥 四技能刚好 四技能须弥 跳不出来了 下一个 慧根站在了前排 鬼魂出来了 好像要量了 好像没机会了 老板 看来只能靠约妹了 没准 一切的命运都在这里 老板 也许一切的浴血 都是预示着 他才是真正的主角 看一下工资 1328 非常好 房资 1162 很好 体资 5170 非常爆炸 法子 2928 素子 1163 成长 1.26有没有 1.26有没有 1.251 可以 第一个技能 敏捷出来了 兄弟 敏捷出来了 前排 下一个是招架 下一个是高招架 然后呢 可以来虚弥了 差不多咱不贪 咱不贪 虚弥哥哥 OK 虚弥来了 哈哈 再来一个 把联了 那没了 也许一切的一切的啊 都预示着 还好是他啊 还好是他 这资质 你刚才打成那还爆炸